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0月17日 我们继续短线变长线策略第四期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例 那么我们这个案例呢是截止到10月11日收盘之后 成本价是在239附近 然后一共是500股特斯拉股票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 我们如何进行减仓用于日后的补仓 对,然后从而达到盈利的目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策略 好,那么截止到目前 也就是10月16日盘前 我们已经是减仓30% 获得的资金是32,950美元 然后由于30%的仓位已经减仓 那么现在已经 就是说净亏审额是2900美元 这是截止到10月16日盘前 好 那么之前的操作呢 大家可以看前三期的内容 好 那么10月我们先来看看10月16日这个K线信息 在10月16日啊 生成了这样一个十字线 它是一根休息的K线 那我们会看到连续三个交易日股价出现的都是小幅的反弹 也就是横盘向上 然后连续三个交易日成交量呢 都是呈现的亮缩 那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会看到 那这样三根K线啊 实际上是在等待均线的下移 那么目前我们也会看到呃 各条均线尤其是五日均线值已经接近到目前股价的位置 那么在之前我们说过14日和15日这两根K线啊 呃 他们的最高和最低也就是224和214是股价日后突破的关键啊位置 那么在16日生成了一根十字线 一根休息的K线 那五日均线值现在已经是到达了呃 在223附近 那么这样一来啊 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 股价是很有可能会选择突破的 那么这个突破呢 我们指的是这个呃 股价是能够在接下来交易日能够在五日均线值上方还是在五日均线值下方 因为在17日开盘之后啊呃 五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221到218之间 如果股价是一个高开盘 那么五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支撑 但如果是低开盘呢 那么五日均线值将会是一个压力 嗯 所以说在10月17日开盘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么我们要看看呃 股价是选择站上五日均线值还是留在五日均线值的下方 好 那这是我们对这个目前这样的K线和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走势的一个呃 说明 好 那么 我们在之前给出的预期操作的策略是16日收盘之后 如果股价反弹呢 不出现大幅反弹 不超过228继续卖出10%的这个仓位啊 来获取资金 嗯 然后如果股价呢 呃 是出现大幅的下跌呢 呃 如果是小幅的下跌 我们可能呃 不做任何的操作 如果是大幅的下跌呢 我们我们会呃 采取呃 补仓的呃 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目前呢 我们会看到10月16日股价是继续小幅的反弹 并没有出现大幅的反弹 所以呢 在呃 目前10月16日呃 盘后和10月17日盘前 我们将不做任何操作 好 这是我们对之前的呃 操作策略的一个回顾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17日收盘之后 我们的操作策略 嗯 如果股价呃 上方出现反弹 呃 五日均限制成为支撑 那么股价继续回补上方的缺口 我们的策略是继续考虑啊 减仓 也就是呃 趟下啊 更多的资金 用于以后的补仓 那么在10月17日收盘之后啊 我们要根据反弹的情况和现行呢 呃 继续减仓 那么减仓的幅度呢 呃 应该是在10%附近 是这样的一个幅度 嗯 这是股价如果出现反弹的一个策略 那如果股价出现了下跌 尤其是呃 出现 如果出现大幅的下跌 那么我们呃 在接下来日后的操作策略呢 是准备补仓 也就是以5%的幅度来进行呃 回补这个仓位 嗯 因为现在我们卖出的这30%的仓位 都是在220和219附近 如果股价出现大幅下跌 我们可以小幅度的去啊 把这个仓位补回来 对 好 那这是我们对呃 这个短线变长线操作策略的第四期 嗯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